好,谢谢大家 我看到这么多人今天,我好紧张 我真的一紧张,没有要唱歌,才能平复 那么 大家要我唱歌给他跳吗? 我就会唱一句,叫 Farmas 棒棒棒棒棒棒 大家听到这个音乐吗? 我女孩会唱,听她跟我唱给我听 她说一听到话,到里面一句话 OK,我们今天不是开演唱会 我们今天讲,我们演会真传 好,我们今天讲 因为我相信今天很多在座的都是公司老板 那么,发布市说,委托我 说我比较自身一点,来跟大家讲一讲 商业保险 那么说自身 为发布市这个爆点公司活了已经十五年了 那么,我从事保险行业已经有二十年了 也许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听透过我的名字 叫 叫陆强 这个路很奇怪,就是那头路的路 所以很好记,那我们先开始 那么,讲到商业保险,大家就说 估计说80%的小型企业投保和不足 大家一定讲说,保险公司总是想人家收保的越多也好 总是比较,总能提摩一点说 都人家奖励保的不足,都多保一点,多收点保费 从这个保险公司出发点,大家可能概念上是这样 好,那我要来举个例子 好,大家知道一年以前 TLANTIC上的路法大货,就是老顶好边上的 其实有点凶烧掉,不然有一个概念 那么,其中一个,真好吃 有一个金饭碗,还有一个义美 然后再加一个美容面 大家知道,这四家一起烧的 好,那么这个,这我办公司的鞋队面 所以我太清楚了,这四个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后这四个面的非常幸福啊 好,这个,真好吃,三个月就正常营业 真好吃,三个月啊,就正常营业 那么,她的保险保得非常好,这是我做的 好,OK 你们要去老百家吃饭,你问她 哪个保险经济最好,才一定叫我 好了,真好吃 以前,二哥最好吃 那个,金饭碗 原来前面是妈妈家 妈妈家不能卖给了,这个金饭碗 然后金饭碗就,妈妈家是我包的 那金饭碗就来问我家 说我会,就去别人的地方 最后,便宜的,到现在没有恢复营业 已经准备撞修了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叫N-E-Sure 只买了五万块钱的航太子 好,这个就是金饭碗 一美,同样也是,N-E-Sure 最后老板准备放弃 不再回来了,这个location他不要放弃了 一美这个location完全放弃 好了,更深的,讲到另外一个location 那个,美农店 美农店呢,恢复营业 可是,全部自费 有保险,保险公司一分没有赔 现在,这个老板要跟保险公司打官司 要告经纪人 那这个什么情景呢? 可能也是,不知道是经纪人为了他便宜帮他 还是他自己便宜 因为呢,贪图便宜 给了很多的折扣 这个折扣,一个Spricker discount 就是灭火器 还有一个就是,File File,这个alaxy discount 就是,遇到货 可以报警的discount 最后,这个rotation都没有 现在一把头烧了,对不对 保险公司说,你欺骗了我,对不起 所以,这家保险公司,我也不讲名字 倒是也是蛮绝的 就是说,你这个claim 完全逼他不配 好了,我们就从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再回来tick,就在一年中间发生的 这个四个店 最后流线,这两个tick 恐惧动过的 目前的状况还是这样 两个店已经恢复营业了 一个是完全自费的 那么两个店,还没有 还在万万中 所以为什么说 80%的保险不足 这个例子已经充分的说明出来了 只有四分之一 你看,有一个店是保得非常足的 最后得到万一无数倍 好,下一个 我们讲到商业保险 我相信很多在座的老板都已经懂了 常常经济内的影响了很多 我们简单讲一下 那么我们讲到财产和责任性 大家知道买保险 最多两个方面 财产就是我自己做生意的Problem 就是做生意的财产部分 还有一个责任部分 那么大家要知道 重点是 在保险公司里面 在评估保费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几个概念 就是说 我这个保险不费 保险的便宜 到底是取决什么因素 大家非常想知道的 那么Profit 你保得越高 保费就一定贵 那么还有什么情形呢 就是你的Sales 就是你的销售量 包括你餐厅也好 包括你的做进出口生意的也好 你这个销售量也是取决于保费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应该就是你的大小 你的Error 就是你的餐厅的大小 这也是取决于保险费的 这个 可能这两方面大家也可能不知道 只知道说 我责任性保费越高 我的Property保费越高 当然保费就越贵 对不对 那么 下面呢 老公保险 就是我们讲的Workscom 这是你需要保的 那么Workscom 大家可能也不知道 到底保费什么东西 都简单讲一下 实际上我认为 老公保险 注意你知道说 它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实际上就是Medical 就是说 员工受伤 保险公司帮你付员工的受伤 那有人讲说 付多久啊 我可以告诉你 付重生 这个人 他残废了 保险公司要负责他重生 所以大家想说 哎呦 这个保险 这个领培到底是什么 而且那个部分是没有 没有limit 所以你说保险公司也是 压力也是很大 一旦有的受伤 这部分是很limit 所以你说 买保险的重要性 在这边 所以为什么政府要强迫大家呢 就是说 万一有的受伤 你不要把这个负担 丢给政府去 要保险公司来承担 好 这个道理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那就是你的老板的责任部分 就是说 你老板说 在给员工 要在你这边上班 怎么样 你要提供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 如果说 你说 比如说 你的工作 你要戴手套 你不提供手套 你要戴防护镜 你不给他眼镜 好 那么员工也给你提出来了 但是没有得到改善 那对不起 你老板就有责任 那老板有责任 你万一发生这种事情 那怎么办 保险公司就把你赔 通常是 一个老鼠 最高可以帮老板赔到一百块 所以 所以 劳工保险 我们简单来讲 不用讲复杂 主要就是两大部分 大家万一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好 今天也知道一下 好 我们下面讲商业车辆 商业车辆大家知道 你做生意的 你要运货 对不对 运货车 货车大家知道 要买保险 我就会多讲才知道 我提醒大家有两页 现在呢 加州巡警自发的业 特别是911后 对商业卡车超过一万磅以上 这个一万磅以上是什么概念 是说 是毛重 不是净重 不是你车辆本身的重量 毛重的意思是说 你车上装汤货以后 如果你超过一万磅的车 在加州的公路上行驶的话 你就要申请CNN 然后有了CNN以后 你就要有FCP 就是Modal Carry Permit 这是跟DM的申请 那个CNN是跟CH的申请 所以 有的假设 还有我看到一些客人的假设 我有CNN 从哪里申请 所以CHP也知道去申请了 可是你知道 你光有了CNN 你没有MCP 没有用的 你有的CNN 你还要申请MCP MCP是跟DM申请 然后你要买 然后你有MCP 什么情况下DM才会发给你 然后他要保险和发你 就是说 你超过一万磅以上的车 你一定要买七十五万的责任性 这个是一万磅以上的货车的规定 所以有时候常常有客人说 而且这些事情 有人讲说 拿了一招TG 警察给写 TG说没有CNN 没有MCP 跑到DMN去问 我可以跟你讲 很多DMN工作的人都不知道 都知道跟你讲 我到哪里去申请这些东西 当然 我是最清楚的假设 在华人中间 你会大家知道 我这个是DMN授权的 有DMN资源的 这个画牌照的地方 好 我们下面讲 那个 健康和医疗 当然 这个是 这个是福利 没有回应说 你一定要买 当然 你给你员工提供福利 没有坏处 你想留住员工久一点的话 OK 那么 商业人寿 那这也是 这也是 这个非常重要 那这 我们这个是假设 通常是指说 你KEY PERSON 就是说 你公司的重要的套版 你说我们两个合伙的 万一有一个 有三伤两块 这公司你不能经营下去 所以呢 通常来说 别人讲说 他太太来建议 那他太太能管理这个公司吗 所以呢 这个life insurance很重要 就是 相当于把这个公司 通过life insurance 是万一有一个partner不在 他的人寿保险 把这个公司的 怎么讲话 他那个导致部都把它买下来 是可以通过人寿保险 所以这个商业人寿保险 很重要 OK 当然这就是另一个topic 就很复杂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umbrella保险 大家可能知道说 哎呀我才订了一百万就够了 好像没有人归你我 有的可能 房东 可能要求说两百万 当然 如果你做三个保险 如果你今天是跟home people 做生意的 我前两天通告了客人 八百万 八百万的责任保险 他才跟你收你的货 那通常我们外卖保险 只有两百万 最多到三百万 怎么办 再买五百万 embrella home depot 才收你的产品 所以就这个embrella 在这个时候 大规定比较重要 你要买东西到 到costco也是 costco巨模属 也至少五百万以上 我的客人 他要这么发力的话 就有这个要求 好 我们下一页 好 我们讲到这个商业保险说 不要讲说商业保险 我们讲说第一 你需要专业性的协助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任何一个保险公司 你今天说 现在都已经网络市代了 到网络上去比价钱 只有商业保险 对不起 你比不到 我可以告诉你 你最多给一个embrella 人家打电话来跟你说 在哪去embrella 所以商业保险 需要专业性的协助 你网上 你拿不到任何的服务 你说 所以需要经济的服务 因为商业保险相对比较复杂 好 价值与价格 好 前两天 就前一个礼拜 我还碰到一个客人 我帮他看一下餐厅保险 他说我餐厅好便宜 我说这么便宜 六百块 买到餐厅保险 我拿过来 我说你把网络给我看一遍 看完以后 我说你的保险买得很贵 我跟你讲 为什么这么讲 你们知道保险什么东西 contents 五千块 责任的协议百万 没错 contents只有五千块 告诉我五千块的干什么 五千块的干三天 做一百个也不是 你搞一个摩巴奶茶店也知道你五万块吧 还是没有公平的 你五万块 你说你搞个餐厅 我还真的不知道那家保险公司 underwriters就把过了这个关 就说可以保五千块 总多保费就是没那么差别六百块 就把这个保险给买下来 我还真的可以给经纪的人 给这个做 你要知道一个经纪的人是做的越久 生意做的越大胆子 做的越小 因为这个经纪人卖出的保险 这个保险就没打算要平 你一张费只六百块 当然很贵啊 我说我在给你提高二十倍的保格 我保费最多增加你三倍四倍吧 我一千 一千我到两千块 你保你十万块 也不用六百块 你保到五千块 跟美保一样 是不是保险费就很贵啊 因为你想啊 我至少给你要提高二十倍的保量 对不对 至少保个十万 你保费不会增加二十倍 所以我这另外一句话说 我这个保险买的真正很贵 这个就是价值跟价格的学 所以你不能只看价格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将来讲到什么 你真的需要的 你餐厅的保的 你保的都够不够 常常我们客人常常有个特点说 买保险的时候 是越便宜越好 你出事的时候什么 赔的越多越好 常常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当然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需要 好我们下一件 好 我们讲到 你所有的资还 资产 是不是都有 你收到的保险 好 那么这个实际上 这个page 我们主要还是在讲说 对你的商业保险 你到底保的够不够啊 你怎么样才知道够不够啊 到底多少时间 你要把保险拿出来 看一看啊 那我再举个例子 因为我这个 呃 呃 经历了太多的案子 呃 这二十年来 处理的很多 华人中的赔偿事情 都跟我有点关系 再举个例子 五年以前 这样 又是安安静 这个烧得更绝了 烧到我家门口了 就在我办公室铁隔壁 大家知道一个叫 兰花太餐 非常好吃 哦 它非常非常好吃 河边上一个花店 五年以前 一把火烧掉 那我还记得清楚 那个是礼拜六的晚上 我还在迪士尼带着小台玩烂 一根电话打给我 哦 因为什么呢 他在我 保险公司的铁隔壁 就是隔壁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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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警察通知我说 你赶快回来 也可能烧到你的办公室一块烧掉那样 就那个兰花餐厅 跟那个 花店一起烧掉 哦 一起烧 而且特朗 百分之一百 burned 就是说完全没有旧的希望 哎 我的办公室比较坚强一点 第二天 灯一开照样 英特纳还在 一点没事 哦 因为我没有发火下 冬天隔壁 因为我毕竟 我那个条件是我的 我跟他是这样看的 好 那个保险烧了以后 保险公司做凌备 啊 隔壁 啊 这个兰花 呃 呃 就是发布斯保单 啊 是我禁锁的 那么 我还记得清楚 十六号发生的事情 礼拜五 你十八号 保险公司 发布斯保险公司的团队 一个赔偿团队把我吓一跳 礼拜五 礼拜一 五个人就已经到达现场 进行公假 二十二号 客人拿到了第一张支票 二十二号 第一张什么支票 因为保险公司公假出来说 这个餐厅已经完全烧毁 所以的话呢 先把财产部分先立赔给客人 因为这个已经没发生 可以讲了 所以你看我这里有 二十二号里赔 十万九千五百块 三十五块 马上给客人 二十二号到达现场 六天 六天 好了 然后 再过了 这个 呃 两个月不到 十一月六号 第二张支票 八万六千块 回来了 是前六个月的 老手密卡 就是你不能做生意 啊 它根据客人提供的资料 先给六个月 因为我们知道说 你六个月一定回复不了 这个生意 先给六个月 好了 等到明年六个月到了 对不对 三月份 后下一年 又一张支票 二十三千块 再给两个月 啊 因为你这两个月 它还是没有办法恢复夜夜 后来呢 这个泰国餐厅呢 就搬走了 现在大家知道 在阿坎尼 Bordewin Avenue 在那个 Hotting 好像Cody Lossing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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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搬到那边去了 因为那个location 蒙主派培就不给license 搞餐厅 因为没有parting 啊 那么那座楼 也是法国师保的 为什么我讲到这个 法国师保的 讲到这个review的重要性 那个楼的老板 他那个 方式的保险单 保了二十年 从二十多年以前 他那个四千尺的building 当时买了四十万的coverage building 我们刚才讲一个生意 一个building 这是两部分的保险 对不对 因为一个是房东的 一个是房客的 好了 房东四十万的 这个coverage 当他那一把火烧掉以后 四千尺的building 大家知道四十万盖得起来吧 盖得起来 这已经二十年过了 所以那个房东呢 就没有review这个power state 每年去看看这个宝盖 是不是根据你 死仓家 只存在的经营调整 也没有 就没有 所以这个 后来老板 就是房东 房东还好有钱 他说就是 京都开训的老板 最后他自己在六十万 把这个楼盖起来 最后把这个楼盖起来 最后把这个楼盖起来 现在是作为office 在往外出租当中 我就举个例子 什么呢 刚才我们讲到的 这个review很重要 比如说你的保险 你说你买了 够不够赔 多少年时间 你要review一下 那多久呢 我总再会建议 应该你每一年 好 但review的时候 要看一看 要根据我价值说 好 所以看这个保险 够不够 所以刚才 这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这个 好 我们再下一页 那么我们讲到 你要需要 到底有怎么样的保险 才比较好呢 OK 发布时呢 大家知道 是加州 注册的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 做商业保险的几种 一种叫拿standard 并不是在加州注册的 跟汽车保险不一样 不是加州注册的保险 不是他可以买standard保险给你的 哈